去诸府看看不就知道了 少爷要去诸府啊 是的 有些事情 需要去确定一下 可是这个诸府 在东南的苏州 而东平郡在西面 你要是去了 等我们赶到东平郡 当地的官员过来拜见怎么办 本世子要去不毛之地的东平郡 对京城有些眷恋 这一路上单个个十天半个月 恐怕皇上也不会说什么 小刘知道了 小刘 从驿站到东平郡的路上 这一路你都要假扮我 如果有人登门拜访 全部退掉不见 明白 等我忙完苏州的事情之后 我会快马加鞭的赶往东平郡 这件事需要让韩统领知道吗 有韩爷帮着你 你会更方便一些 这眼看就要到八月十五呢 少爷 听说这个诸府 突然冒出来一个孙小姐 要办什么认祖归宗的宴席 你要去了 正好能赶上 朱总管 杜掌柜 里面请 里面请 靖王殿下 来 里面请 里面请 朱总管 小虾呢 今天会出来吗 公子放心 小虾会和小姐一起出来的 来 里边请 里边请 小虾是谁呀 待会儿见了你就知道了 李老爷 李老爷 好久不见 里边请 里边请 李老爷最近忙什么呢 volgeme 少爷 你难得穿女装呢 真好看 近日我要和小姐一同出去 小姐身边跟一个男随从不雅 所以我就换成了女装 小姐才是今天最美的人 美吗 我得来看看 瞧瞧瞧瞧 我真是沉云落雁 碧月修花 干得好 待会忙完演习之后 每个都赏 谢谢小姐 小夏 我已经跟讨饭时候的我 完全的不同了 你说九叔要是看见我 是不是完全认不出我来呢 小姐当然跟原来不一样了 今日夜戏过后 老太爷还会正式宣布 小姐接管朱府 以后小姐就是朱府的当家了 来吧 好好地把这个重要的过程走完 开始吧 虽然 老爷 集时到 有请孙小姐 哎 孙小姐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回娘 看 什么 不是 孙小姐 是 我看 好 对呀 不是 是 然后 我是 哎 来 对呀 三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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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呀 擦擦你的口水吧 瞧你那模样 我看不是长青跟孙小姐友情 是你喜欢珠府的孙小姐吧 谁喜欢她呀 你看见没 我喜欢她边上那位姑娘 此女神情带了股冰寒之意 像是随时可以聚人于千里之外 倒不如旁边的孙小姐 怎么看都舒服 哪不如她了 我看着她我就喜欢 果然是好亮的毛子 她和长青到底是什么关系 长青为什么会如此在意 跪 朱家有女朱朱漂泊在外 令月即日重归故里 今日在众亲朋见证下 朱朱重回朱府 载入族谱 今日我孙女朱朱重新认祖归宗 我再宣布另外一件事 想必各位也有所耳闻了 我掌管朱府四十年了 也累了 从今日起 朱府上下大小事宜 皆由朱朱掌管 我不再过问 丫头 我带你去见见宾客 请重宾客一步致清风阁用膳 恭喜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好 好 也好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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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 朱府的孙小姐如此明朗 是啊 我明天就去干朱老太爷说 让他把孙弟嫁给我 朱府现在就孙小姐一堆 肯定是找人入赘 你愿意 难得没人 入赘又何妨 不气 真的是你 我终于找到你了 那晚幸亏机缘巧合救见了你 不气 我不会让你的陷入 有任何危险之中 你们四个听好了 从今日起 你们就住在朱府附近 只有一个任务 就是保护朱府的孙小姐 可韩同领给我们的任务 是保护少爷 我现在对朱府很感兴趣 要你们确保朱府孙小姐的安全 等忙完东平均的事情之后 自然会有人打点这里的一切 需要用钱 就去朱府的四海钱庄 这是我在四海钱庄开的秘密户头 只认硬件不认人 十万两只内任凭提取 把事情做得隐蔽一些 别让人盯上来 诺 去准备吧 诺 好功夫 你试试 谁 谁派你来的 没有谁派我来 我只是想来试试你的功夫 接着 机关布置图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给我这个东西 我是谁你无需知道 你只需要知道我是好意便可 将机关图放置在你的院中 可保护你家小姐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布置此图 如果你有幸害我们家小姐 这些机关 岂不会为你所用 我永远不会害你家小姐 小湘 小妖姑娘 我又来了 几日不见 你又变漂亮了 等等等 你等下来 我给你带了一个消息 什么消息 你不是想见联谊客吗 我回去我跟她说了 不过呢 她已经不记得你了 她也不想见你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你想说的就是这个 对啊 不过 小妖姑娘 你千万不要伤心 她不记得你 那是她眼瞎呀 你还有别的选择 比如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的某个人 我说过 你要是再来 除非跟联谊客一起 否则你别再来了 小妖姑娘 你怎么那么死心眼呢 你无非就见过她一面 你 你难道非她不嫁了 她到底有哪好啊 不是我 是我们家小 小妖姑娘 你 你给我一次机会 我 我一定会好好疼你 爱你的 挺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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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 小憲 小姐 今晚又谁来了 是袁公子还有另外一个不知道谁派来的人 留下一卷机关图就走了 他还说了什么吗 他说他永远都不会害小姐 他长什么模样 天色昏暗 他戴着面巾 什么模样我也没有看清楚 但他的个头 这么高 是他 肯定是他 他知道我在诸府了 可是他却还是不敢来见我 如今齐王爷过世 如果我告诉他 我不是齐王爷的女儿 他会来见我吗 小姐 你认识他吗 袁公子呢 他又被你赶走了吗 他自己撞晕正躺在外面院子里呢 撞晕了 嗯 醒啦 醒醒啦 你 这 你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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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花 你赶紧请我向小虾求求请啊 我没有恶意 我就是喜欢他 我不是花花 我是朱府的孙小姐 小虾跟我说 出了只王八 原来就是你啊 王八 我什么时候成王八了 花花 小虾呢 你真的喜欢他 对啊 小虾可是我的人 说好了要一辈子保护我的 你要是敢拐跑他 我就马上淹了你 我就是喜欢他 我就是想拐跑他 你敢嫣让我呀 小心我把你卖到妓院去 这嘴还挺硬的啊 你现在怪在我的院子里 有什么本事卖我啊 别别别别 你要干吗 干吗 不是 你干吗呢 不不就是剃了条腰带而已嘛 那个大男人 气成这个样子 难不成你想以身相许啊 我可不愿意 而且看来小虾也不喜欢你 袁公子啊 翻墙切美 也得要有本事才行 我看你啊 不成 小虾 这这这不是我弄的 这是你们家小姐弄的 跟我没关系啊 你快放开我 小虾 放开我 这傻小子 挺可爱的 你还不 从了他吧 小姐都说他傻了 我不喜欢傻子 我不傻 我一点都不傻 小小姑娘 你你你别听你们家小姐的 我那叫憨厚 那不叫傻 好好好 行行行 憨厚 你憨厚啊 憨厚小子 听说你认识连一课 认识啊 我们熟得很 那你知道她是和宁和月生的喽 你 你想知道这个呀 我有个姐妹啊 她特别喜欢武功高强的大侠 特别迷恋连一课 她还偏信什么 深沉拔刺的 要不 我告诉你我姐妹的深沉拔刺 你去告诉连一课 看她觉得相不相配 那我姐妹的深沉拔刺 是已亥年四月三日 紫时出生的 你可一定要记住了啊 告诉连一课 对 没错 这肯定是划不起鞋的 她是想告诉我 她是寺院上的 她不是父王的女儿 她不是我的妹妹 记住了没呀 听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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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虾 放了她 诺 小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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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公子 你三番五次闯进珠府 小姐没绑了你把你送关 那是因为她心软 你要是再私自闯进来 我会打转你的腿 把你去送关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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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虾 姑娘 我她被绑了一晚上 手脚血脉都不相同了 根本站不起来了 站一会儿就好了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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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 站不起来 站不起来 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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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快走 不是 小虾 姑娘 你 我下次还会来呢 不过呢 我只走大门 等着我啊 快走 等着我啊 等着我 小虾 你真不喜欢她啊 下手真狠 帮我少爷我一个晚上 果然是只母老虎 袁冲 你可真受得了啊 长青 你不是在东平郡吗 怎么会在苏州府呢 那 难道 是的 我见到了 确实是她 确认就好 也省得我去传信了 我在回客栈的路上 我还在想 要不要去东平郡找你一趟呢 哎 长青 你为什么不公民正大地去认她呢 那丫头啊 还以为你不知道她的生辰 拐着弯着想让我告诉你呢 我有我的理由 现在还不是见她的时候 那你接下来 有什么打算 袁冲 我马上就要离开苏州府了 建飞你一定要想办法把她留在京城 她这个人太过聪明 那天我的师太 她一定能够猜到些什么 我不想太多人知道 她就是不亲 专庆 我什么也不稳 不过我可说好了啊 你一定要帮我把小虾取进门 要不然的话 我找你算账 那我可告诉你 你晕倒了之后 人家可是瞧了你一晚上 你把小虾取进门 也不少有爬枪挨打那么多次了 吃了 不过我得称着打体 得多去珠府看看小虾才行 行了 过犹而不及 我劝你啊 还是再还两天 指不定母猶虎过两天想你了 也许就没这么凶了 真的 这事 因人而已 我不一定保证 哎呀 算了 还是回头再和你好好 探讨这事吧 袁冲 我这次 真的要走了 张庆 你真的不去见他一面再走啊 但是 先不打扰他了 不 行 这算到哪儿了 六十四本 二两四千 孙小姐 这是我们珠府在平溪三省的账单 请过目 又看 这两天呢还没看完呢 小姐 这账单啊 你熟读就好 了解一下大概内容 不然的话 资家产业都不清楚 传出去得被人笑话 小姐 小姐 这是上个月绸缎庄的一笔生意 请您用一下印 这一笔生意 反正不管怎么样 都会有一些欺负我年纪小 不服的 好了 把什么事情都扔给我了 老太爷呢 老太爷在耗药池塘钓鱼呢 好 我找他去 我找他去 我讲个故事给他听 我的妈呀 你把我鱼都吓跑了 你个臭丫头 我来说个故事给你听 怎么想起给我讲故事了呀 讲什么故事啊 这是我当乞丐的时候听来的 从前有个富商 他到海边去玩 看见一个渔夫在钓鱼 他看不上渔夫的辛苦 觉得 钓鱼一天能挣多少银子啊 于是渔夫就问他 那你挣了钱做什么呢 你 服商笑道 当然是养我那一屋子的女人了 不是 你这是当乞丐时候 听来的故事吗 我怎么觉得 你就是在跟我说 你那些姑奶奶们呢 别打唱 咱们说完呢 后来那渔夫又问商人 那之后呢 服商说 我要盖大房子给他们住 要盖像朱府这么大的房子 渔夫又问 那盖了房子之后呢 服商听了 一挥袖子就说 当然是栽花养鸟 幼狗斗鸡钓鱼了 渔夫就笑着说 你看我这不是现在正在钓鱼吗 我让你当家 你让我一个老头子不钓鱼 你干嘛去啊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老头 你可以陪我去逛逛自家商铺呀 老头 这 我想好了 我要开始微服私访 去看看咱们朱家的所有商铺 这样总比我待在屋子里 看那些枯燥蚊子来得抢吧 我看你就是待不住 想出去玩去 不是 我是想了解咱们自家商铺的情况 能够找到快速正名字的法子 本来吧 我是想请府总管 寿总管做陪的 府里的事务这么多 他们根本没时间 我想你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 不如就陪我出去逛逛 你让我老头子陪你出去 我可是很忙的 我得栽花 我得养鸟 我得遛狗 我得斗鸡 我得钓鱼啊 我忙得过来 我有时间吗 我 好太严 你就陪我去嘛 我保证 你今天答应我 我以后就绝对不再挤对你半句 让您尽情地钓鱼 这您啊 为竹家产业忙来忙去这么多年了 这次呢 不如就当做是帮孙女熟悉熟悉产业 陪我出去巡查巡查 好不好 行不行 拜托 好好好 我老头子就陪你去走一走 太好了 来来来 收根 我的天哪 不是我推的啊 我看就是你 走了走了 走走走 这胆子跟醋一般安吃似的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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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热闹啊 老太爷 你不是喜欢收藏玉石吗 那喜欢是喜欢的 可是你一年就给我两千两银子的花销 我喜欢的我来不 没事 今儿给你陪我逛街 我买了送给你 真的 你这个丫头又动什么鬼主意呢 别说那么多了 到底要还是不要 要啊 那当然要 太要了 朱百爷 你可好久没来了 你看看怎么样 不错是不错 好 但跟嘉琳那两个也没什么分别 没什么分别啊 这 朱老太爷啊 这块玉石的长测 难得一见哪 只有这么好的玉石 才能配得上您尊贵的身份 你要是喜欢 我给你打个折 讨个喜头 八百两 讨个喜头 还是算了 就不破费了 等等 既然老太爷喜欢 那就拿下吧 明儿到府上取钱 谢谢朱百爷 谢谢朱百爷 慢走啊 没看出来啊 你还真会演戏啊 啦 老头 你也很厉害啊 我不过就是想胡家胡位吧 我是胡 您是胡 再厉害 也没您老人家厉害 你呀 那是传承了 我们朱家的血本 八百两银子 买了这么好一块鱼 我朱八爷 在咱们朱家 可是说一不二 可在我孙女面前呢 我就乖得跟个 灭灭阳似的 一会儿啊 你还没到我们朱家的山行 你的大当家的名声啊 就全传遍了 那也是老头您配合得好 对了 咱们再去买点什么 不买了 不买了 当心累着您王女家 我不累啊我 来人 送老头也回府 你这是谢莫杀女 呸 杀老头 我是为你的身体着想 你就好上回去歇息着 我好着呢 待会儿我就跟小夏去逛了啊 你呢 找人好事安排着 小夏武功再高 毕竟双全敌不了四手 你别让我逛街逛着逛着 就被人给暗杀了 你就放心吧 诸首早就安排好了 你看看这周围啊 全都是我们的人 没五十步就有一个珠 府的人 那就好 就不送你回去了啊 就就 我再去逛逛啊 尽你账上 耳朵最近不太灵光啊 就这么定了啊 尽你账上 走走走 走 我们逛街去 快啊 走走走 德州 好 德州 跟你 鬼 马上 天见 ? 我 皓 Uk 我去找人 要去一起去 你跟了我这么多天 难道还不相信我吗 我若是想扔下你一个人 早就走 我既然答应你 让你留在我身边 自然不会言而无息 没想到 她和四小姐在一起了 这样也好 四小姐虽然有时刁满 看不起人 但总归是大家闺秀 他们俩看起来挺般配的 走吧 小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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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吗 是那个傻小子呢 你们两个可真有缘啊 这样也能遇到 小 小虾 孙小姐 小声点 我虽然办了宴席 公开了身份 但苏州府认识我的人不多 我们刚刚甩掉一批人 才得以亲钱逛街 你们就别伸张了啊 我可不想当被观赏的猴子 那孙小姐 请坐吧 好呀 小虾 这里的蜜枝豆干和枣泥糕 特别好吃 煮一壶茶的话 吃起来特别舒服 小虾 快过来的头好吃 吃 别帮在那儿 来吃吧 你可以让袁公子站在门口 帮我们守一守啊 好 我挡着 真是傻子 让他挡箭他都挡 有人何止愿意替朱小姐挡箭 千军万马俱网矣 你把我姐妹的生辰 告诉他了 对啊 都别站着了 快坐下喝茶吧 孙小姐 请用茶 试试啊 巧笑倩兮 美目盼兮 要乎若白日出出 搅乎若明月抒其光 流光幻彩满世生辉 那日观礼阁的稍远还未看清 今日相聚不过三分 这明谋扰人心 说的都是狗屁 隔壁人兄说在下的诗词是狗屁 那可愿意在下斗诗 联军白面 易熟生 读书千卷 纸上兵 北国放眼街虎马 为之憨酒 斗诗鸣 小夏 那个诗什么意思啊 怎么他们两个一听都变脸了呢 刚刚那首诗击讽这一圣诺 是说两人独书无用 不顾报国 只知虚明 而且北方湖地年年都要入侵 他这么一说 两人怎么也反驳不了 那人嘴皮子倒挺厉害 姐妹 走 走啊 小姐 隔壁故意出言挑衅 可能是宠小姐来的 小姐小心一点 阁下是何人 小夏 你快出去看看 你放心吧 我就待在这儿哪都不去 诺 醒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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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醒 醒醒醒 醒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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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虾姑娘 你是何人 叔在下不方便透露身份 但一切都是为了孙小姐 我们的人已经沿路留下旗号 小虾姑娘 请随我来 驾 驾 少爷 少爷 驿 少爷 少爷 何事 朱姑娘为人劫持 劫持者身份未明 朱姑娘也未找到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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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凤 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掳朱小姐过来 培凤不知 朱家一直不愿意嫁女 外面有那么多人虎视眈眈盈盯着朱丫头 想与朱府结亲 那我就先把她掳过来 再外传一些她早已失身于我的消息 我就看着朱府嫁不嫁人 我问你 那丫头今天情况怎么样 啊 她睡醒没有 哦 朱小姐还未醒 玉玉木脑袋 不跟你说了 我去逗逗那丫头 我都要迟着 我去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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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银子 小人是服侍小姐的人的 昨天晚上 有人来找老宝 说请人服侍小姐 至于小姐是不是被抓来的 小人不知 服侍我 你怎么能做什么 你到底都做些什么了 小姐别用那个了 那个会受伤的 如果小姐喜欢的话 可以用 这个 小姐我忘了吗 小姐忘了吗 昨晚咱俩 小姐可喜欢这样了 胡说 小姐这是去哪儿啊 热水已经备好 小姐不和在下共浴吗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你这个禽兽 我不要活啊 小姐怎么了 小姐若是不开心 老宝会打死我的 滚滚滚 滚滚 好了好了 滚了 又是砸东西又是甩鞭子的 小姐 你还真是够泼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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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神医 你为什么要张总 没什么 就是想跟我卫过门的媳妇 开开玩笑 什么卫过门的媳妇 你瞎说什么呢 朱老太爷没有告诉你吗 你是有婚约的 婚约 你们朱府跟一个神秘人签了字 必须许配一个女儿给他 你就是神秘人 朱家欠的 是你的银两 不对 老爷子说 神秘人是一个比他还老的人 那个人是我的外祖父 自从你们朱家爽约以后啊 他老人家伤透了心 就不愿意自己娶朱府女儿了 因此现在和你有婚约的人 正是在下 你武功这么高强 小霞根本劫持不了你 你是故意让他劫持来的 在我中毒之前 苏州府从未出现你这个神医 中毒之后你才出现 你早就知道我身份了 这一切 都是你精心策划好的 聪明 不愧是我媳妇 当初外祖父说让我来救人 是因为有一个未过门的媳妇 让我来看看 想不到你还挺和我胃口的 我劝你趁早打消还银子的念头 本少爷决定两年后娶你 呸 欠你家的银两我会还上 可你家欠我娘亲和九叔两条人命 还想下瓶娶我 你做梦 你要是敢来迎娶 我就一定砸死你 敢跟我打赌吗 我赌你两年后绝对凑不齐那些银子 这字句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如果你想赖婚 我就告上衙门 赌就赌 你送我回去 两年后 我必将欠你的银子还清 你不用急我 三天之后我一样会送你回去 可是你别把朱九华和薛妃的死 算在我的头上 当初你们朱府背心弃义 死了一双儿女也是咎由自取 这朱朱 看来这朱老太爷 把你看成朱府的宝珠 唯一的继承人 我倒也看一看 两年之后 如果你们还不出银两 是不是你们又要挖一桩逃婚呢 逃婚你们就杀人 我娘亲不嫁你外祖父 那又怎么样 什么背心起义 我们朱府不是不还银两 是你们不允许门份开还 你们就是一群杀人犯 你尽管骂我 我也不会少一根头发 但如果你动手 就只有我占你的便宜了 我本来很怕你是一块木头 没想到你这性子 我很喜欢 我若是你 我就识时务一些 否则我永远不送你回朱府 朱府的人永远也找不到你 少一个孙小姐 朱府一样得换银子 你打算什么时候送我回去 陪我玩三天 我就送你回去 为什么要我陪你 本少爷高兴 好 你说得对 我是应该识时务一些 也希望你能说话算话 算你识相 丫头 老一辈的事情 我们已经挽回不了了 我们要想的是现在 为了朱府 你当然得陪我 免得我现在 就要向朱府去讨要银子 那朱府所有人 都得马上睡在街上乞讨了 那朱府 给朱小姐准备一些吃的 吃饱了就让她好好休息 不准任何人打扰她 请跟我来 请跟我来 怎么样 看来他们坐船走了 我们的人应该已经跟上去了 我们的家 少爷请小姐今日早歇息息 明日再过来看望小姐 对了 你们家少爷有说 明儿个人要我陪他去哪儿玩吗 少爷没说 那这儿 有什么好玩的 好玩的 坐船两个时辰便可到洞庭西山了 听闻那边的景色 非常的优美 醒醒 小姐早些休息 奴婢告退 快 快到洞庭西山了 快到洞庭西山了 此处 去苏柔府也有些距离了 小夏他们能找到吗 你是谁 好玩的